外商獨資經營娛樂場所及經紀公司 以上海自貿區為例 就由俄羅斯的馬戲公司 及過百年歷史的美國娛樂公司進駐 既有馬戲,又有音樂劇 相信廣東自貿區 亦會吸引類似的國際文化企業來上駐 除此之外,暫時已資格 在澳門一間公司投資過百億 在橫琴興建大型的體育休閒度假設施 今晚就談到這裡 今晚就不見了 以上市民屬於利益駕駛, 以致益駛駛自治, 以後多國際